手工制小量生产最显经轨 除了时下流行的手工啤 越来越受欢迎的煎酒 都可以100% made in Hong Kong 这是因为两位热爱煎酒的80口 我们都很喜欢去买一些煎酒 然后再加一些我们想做的味道 将它浸药 可能一晚或是一个星期 就看那样东西是什么 例如是绿茶或者桂花 浸着一些有味道的煎酒 浸药所做出来的煎酒的水准 有限和通常都是有色的 有一下我们就想 究竟有没有可能在香港做这件事呢 正因为这样 两个人用了两年时间 解决制作和申请牌照的问题 Dimple更远辅英国公独蒸漏师课程 和Ivan在柴湾自切蒸漏煎酒厂 每日限量生产100支顶级干煎酒 全靠Ivan身后的Luna 这一部价值数十万的 纯红和手制糊式蒸漏器 以一年时间在德国度新订造 达100公升容量 用一次蒸漏法 6小时可以制作出大约 100支70cl的煎酒 将材料和无味醇酒精一同放窝 经过隔水蒸 香气碎取 和冷却收集 酒体休息三个星期 达至稳定状态 才可以入进 为何机身要用红酮打造呢 蒸漏过程 酮是有助去除雜真 所以很多世界港地 一些很出名 很大的酒厂 他们都会坚持用酮 就是这样的 因为出来的酒 味道会比较稳 喝下去会比较舒服 让做煎酒的材料 配搭变化无供 而2 moon's drygene的 12种香料和草本植物 打造前 中 后 回金 四个层次 最有趣的是中调用上的南北行 来自他们逛街市的灵感 另外有意大利道松子 马达加斯加云泥拉豆 中国干玫瑰花瓣 巴西凌凌香豆 和粉红胡椒 一打开酒室 清新的柠檬香扑鼻而来 静饮就最能品尝到当中层次 雜金骨香 果仁香 和新辣的香气与一身 或者加入冰块和汤力水 配搭几片青苹果 鼻汤就更添一重清新 上一堂煎酒的生产过程 现在逢周末都可以参加道产团 煎酒迷就可以一边品酒 兼一堂Luna的风采 剪达水 进入烧水 热熟参加道产品 静止热熟参加道产品 静止热熟参加道产品